生活中有太多的琐碎繁杂 我们在夜深人静 寻一处净土 静静聆听 细细品味 FM1047 平心夜读 眼周电视台新闻主播孔建平 为您清新呈现 感谢观看 大学说 意思是说 没有听说过国家府库里存有财富 就一定是君王的财富 在这里 大学强调了一个当权者 对待财富的心态 别以为放在国库里的财富就是自己的 一个有仁义之心的人都要由舍小利顾大局的魄力 不要把财富看得太重 在必要的时候要会仗义输财 史记里记载 在邯郑城破在即的紧要关头 平原军赵胜显示了舍小家安国家的胸襟与魄力 战国赵孝城王六年 指挥纸上谈兵的赵军统帅赵阔 率领的四十万赵军 在长平被秦将白起率领的秦军 全部歼灭 赵国圆其大伤 秦军则成胜进军 包围了赵国首都邯郸 赵国的相国平原军赵胜 立即到楚国求救 在他的门客毛随的帮助下 楚考虐王雄丸与平原军煞血为盟 派春山军黄歇率八万储君持援赵国 这时平原军的内地 魏国的信陵军魏无忌 也较称魏王的命令 夺了魏国原兆军队的指挥权 日夜兼程赶赴邯郸救援 平原军回到赵国后 发现在秦军长期围困和猛烈的攻击之下 首都邯郸的形势十分危急 很难坚守到楚卫两国援军到达的时候 城内人心不稳 有些人趁着打算向秦国投降 平原军十分着急 可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这时 邯郸的一位小官吏的儿子李潭 求见平原军 他对平原军说 赵国就要亡国了 向国难道不担心吗 平原军听了 觉得又气又好笑 说 你这是什么话 赵国若灭亡 我就成了亡国奴 怎么能不担心呢 李潭说 邯郸被围已经有一年多了 老百姓衣不蔽体 吃糠宴菜 甚至忍痛互相交换孩子 然后把他们宰杀主食 以求苟延残喘 而向国的府邸里 仍有数以百计 锦衣玉食的美女 连他们的婢女 都身穿以锣绸缎 吃惯了小米和猪肉 长期的战争 消耗了大量的物资 老百姓家的资财 已经荡然无存 军队被迫用木材 制作矛和剑等武器 但向国府中 钟鼎鼎庆一应俱全 这样看来 向国并没有把赵国的存亡 真正放在心上啊 平原君听了 惊得一身冷汗 心想 如果人们都这样想 人心必然涣散 城防必然不堪一击 赵国灭亡就迫在眉睫了 他恭恭敬敬地 向礼潭行了一礼说 请先生不吝赐教 我这个愚昧之人 李坦说 相国当然明白 您个人的荣辱 与国家的安危连在一起 如果秦军攻破了邯郸 您的一切将化为乌有 如果赵国不亡 您还不是应有尽有吗 我建议相国 您夫人以下的全部家人 奴婢分配到各个岗位上 投入到守城的阵列中去 您家中的钱财 食物全部拿出来 犒劳守城的将士 您这样做 是雪中送炭 人们会因此而感恩戴德 拼死守住邯郸 平原军立即采纳了 李坦的建议 破家输国难 平原军的行动 鼓舞了邯郸民众的士气 城中迅速组织了一支 三千人的赶死队 出城向秦军展开猛烈的反击 迫使秦军撤围 后退三十里 缓解了邯郸陷落的危机 李坦也加入了赶死队 并应用战死 不久 信宁军率领了八万卫军赶到 与邯郸城内的赵军 内外夹击秦军 秦军损失惨重 两万余名秦军投降 残步狼狈地逃了回去 平原军能够在国家 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仗益输财 与人民同甘共苦 用有限的资财 激发了人们无限的爱国热忱 挽救了自己的国家 如果平原军过于吝啬 把财富看得太重 不能把资财用来为国 一旦国家灭亡 他个人的利益也无从谈起 只要是有远大目标的人 都不会去计较眼前的一点小利 而失去更大的利益 但人们往往容易看到小利 忽视小利背后的一切 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面对琢磨不定的变数 或特别危机的情况时 要想获得长远的利益 就要牺牲眼前的小利 这是常理 也是舍小取大 最重要的内涵 大学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大学 而是一篇论述儒家 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 相传为曾子所作 与论语 孟子 中庸 并称为四书 大学中提出 做人要心思端正 要有自强不息的人生观 强调了学习者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 还强调了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精神 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与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大学主张积极入市 关心人民疾苦 努力改善民生 维护社会安定和统一 对社会的繁荣稳定 发挥了重要作用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大学解读 了解读 三字幕 life 更可怕 四十 Do- 可以称快分开